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孩子需求的行为 集会人群抗议市场削减经费的初步预算 此预算将使1万多名孩子无法接受早前教育 课后班名额也将减少3万7千个 市议会代表们称 可能有大量学生因放学后无事可做而涌上街头 布朗市议员Andy Kane说 减少课后班的名额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暴力事件的上升 根据教育维权联盟的调查报告显示 纽约市在过去5年之内大量削减客后班的名额 自2008年起到现在降幅已经多达35% 这还不包括在最新初步预算案中还要削减的数量 虽然市议会去年在最后关头恢复了3万个客后班 和6500个早教名额 但那些经费也只能维持去年一年 今年也有3万7千名孩子可能会失去客后班的项目 1万名孩子无法享受早教福 导致一家三口丧命的纽约布鲁克林车祸肇事司机 昨天在宾州向警方自首 结束警方对他肇事逃逸后的追捕行为 44岁的布鲁克林男子阿塞维多 上周日的午夜超速驾驶一辆宝马车 撞死了一对21岁的年轻夫妇 他们未出生的孩子后来经过泼妇生产 但也不幸死去 嫌犯曾表示他逃离到事故现场 是因为他害怕被仇人枪杀 昨天阿塞维多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之下 向宾州警方自首 目前已经由纽约警方监管 车祸中丧生的夫妻所属的犹太教 哈希德派发言人埃萨克亚伯拉罕表示 一定要严惩肇事逃逸的司机 目前嫌犯阿塞维多仅面临肇事逃逸的指控 但指控将会升级 阿塞维多此前犯案累累 曾经因为一级杀人罪 打劫藏毒 做过十年的监牢 刚刚上个月才因为酒后驾驶而被逮捕 全美少数族裔组织联盟7号在纽约举行记者会 介绍了2013年第27届移民最高奖项 爱丽丝岛移民奖的得奖人名单 其中六位是华人 全美少数族裔组织联盟执行长 罗斯玛丽表示 该组织以美国多元化容纳移民立国精神的 最高荣誉奖项爱丽丝岛移民奖 今年兴奋第27届 亚裔是美国数十年来成长 最为迅速的新移民族群成就耀眼 得到主流社会的肯定 历届获辞移民最高荣誉奖项的 由联邦交通部长丰田 劳工部长赵小兰 刑事鉴定专家李昌玉等 负责该奖项在亚裔社区宣传推广工作的 亚裔非盈利机构策略联盟主席朱灵记表示 该奖除了表彰得奖者在各自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外 同时也彰显了亚裔和华裔移民 为美国社会做出的巨大奔献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今年获奖的得奖人 白死干头更进一步 那么也希望这个带动我们社区 对于美国梦 美国立国精神 自由女神 那么这一个的向往 然后能发挥我们华裔在美国主流的影响 今年获奖的程岳丽 张宝元 李庆文 刘比华 鲁建顺 黄小华 分别来自企业 法律 教育 医学和金融机构 当年将于5月11号参加在埃里斯岛 举行的盛大年度颁奖典礼 并接受表彰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为筹募社区抗癌及防癌教育经费 美华防癌协会7号在华部举行记者会 宣布将在4月3号晚间 在曼哈顿翠贝卡举行隆重的 2013希望之春筹款晚会 包括中华公所主席吴国基 等社区领袖及代表都会出席活动 以示表示支持 美华防癌协会7号在华部中华公所 举行了记者会 会长杨明德宣布 该会将在今年4月3号晚间6点半 在曼哈顿翠贝卡区的rooftop 举行隆重的2013年希望之春筹款晚会 这也是该会首度在曼哈顿翠贝卡举办活动 除了将邀请华部社区社团代表参与之外 也希望透过活动吸引更多的亚裔精英曾参与 出席记者会人士还包括 希望之春筹委会共同主席医师陈建乐 中华公所主席谷国基 连城公所主席黄玉镇 七年代表叶文新的人 与会者也纷纷发言 对活动的举办表示支持 会长杨明德也指出 华部地区虽然已经有多年推动妨碍教育 但华裔新移民不断移入 对于预防肾余治疗的观念 仍需要大力推动 希望今年借着希望之春的晚宴 结合各界力量建立健康华部的家园 因为还是很多新的移民进来 所以这个新的移民呢 还是对于这个妨碍的意识 就是预防的这个医疗呢 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再继续在华府呢 提倡这个预防肾余治疗的观念 还有就是说定期检查 不要等到有生病的时候再去看医生 主办单位表示 届时晚会中还将颁发特殊贡献奖 给先进医学X光中心 及福传校医生企业及代表 感谢他们对社区民众健康的关注 及协助该会推动服务病患 提高民众妨碍意识的卓越贡献 详细进行民众可以向美华妨碍协会的网站 三个W点 CANCER.org查询 华语电视机者杨战天 纽约采访报道 为协助飓风三敌灾民申请联邦补助 联邦急难管理局自去年年底 在华部中华公所设点服务以来 吸引了众多外周及纽约市五区的华裔民众 前来咨询求助 联邦急难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 这项服务已经延期到3月29号 希望灾民把握时机 前往该中心咨询 通过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 马拉敦华部中华公所 旗号显得特别的热闹 不但有平日每周四 在公所大厅举办的公民入籍服务 还包括每月一次面对面服务的 康爱迪生公司代表 还有专门协助 聚封桑迪灾民申请联邦补助的 菲马人员 及灾民申请心理咨询服务的 希望执行计划的工作人员 其中菲马自去年底 在华部中华公所设点服务以来 成效良好 吸引了众多来自外州 及纽约市五区的华裔民众 前往求助 目前这项服务已经延期到 3月29号 在美中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协助灾民申请联邦补助 或以申请者追查案件的下落 据菲马的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到服务站求助的民众 虽然比数月前少了许多 但仍有部分灾民还没有申请 他也呼吁民众要把握时间 向该中心询问 同时对于小商家申请联邦贷款的SBA代表 目前在华部圣詹姆世界60号的 华部共同发展机构内服务 此外已经有多年在中华公所设点服务的 康爱迪生电力公司社区代表 7号也在中华公所进行每月 第一个周四的例行社区服务 针对低收入勤劳减免电费计划的咨询 代表施坦洛表示 有部分的华部商家受到飓风 桑底的影响发生财务困境 都可以向电力公司申请延缓付费的计划 民众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打电话到康爱迪生电力公司的 双语服务专线1-800-752-6633询问 华尔电视记者杨展田纽约参访报导